Hello 又到我们哈拉厨房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 南莓酱炸鸡 为什么用南莓酱? 因为自己很喜欢吃南莓 我试试可不可以用南莓来做炸鸡呢? 又做得挺好吃 所以就想介绍给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欢的 记得留言给我 告诉我 今天买了鸡腿肉 把它洗净 然后瓶干水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南莓酱 还有意大利醋 还有薄荷叶 接着一只鸡蛋 还有一些新鲜的南莓 鸡腿肉我们洗净 两干了之后 还要将它用厨房纸 将它印干些 一会儿叶就会入味些 然后我们把它切到 好像小麻雀 小麻雀 一会儿炸 一会儿炸 就会容易些了 接着我们切完之后 就将它叶味 我下了少少的鱼露 接着再加少少胡椒粉 把它拌匀 然后预备一只蛋清 只需要蛋白就可以了 蛋黄我们可以留起它 接着我将蛋白加到鸡 那里 将它腌均匀 如果你有时间的 就腌多它一会儿 然后我们派一点生粉 让它的生粉 可以在鸡面包住那些汁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胶盘 或者你另外用一个碟 将一些粉泡上去 然后就将鸡件一件件 拌匀我们的生粉 要上均匀一点 这样炸出来 整件鸡都会很脆的了 上完粉之后 我们等它回潮一下 然后我们就来预备果酱了 三大匙的南莓酱 我觉得这一只南莓酱 真的很好吃 接着我再加三大匙的意大利醋 然后再加茄汁 最后我加了味淋 将它拌匀 那我们这个酱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就用一个小锅 我倒了大约3cm的油 用一个小锅 在我家炸就不用洗太多油 然后我再开火 放一点面粉进去试一下油温 如果它立即升上来 就代表油温可以了 将鸡拍一拍粉 让它不要太厚 然后就放入油里面炸 我一直都是用大火的 放进去之后 不要立即翻它 会让它炸一会儿 然后你看到鸡件开始浮起面了 还有有点硬身 你就可以拿它上来先 接着让油再煮热 我们放下去再炸多一次 这样鸡件就会脆很多 还有会耐脆很多 好了我们现在炸完了 就拿上来 我今次会分两次来炸 因为都比较多 炸完之后 我们现在要来煮醬了 我们下两汤匙的油 然后将酱放进去煮 开着小火 将它慢慢推开 煮到它看到有泡泡起的时候 就可以加上鸡件 加入鸡件 炸一炸一炸就可以关火 趁锅还有余温 将它拌均匀 还可以将新鲜的蓝莓放进去 在锅里拌均匀 然后我们就可以夹出 放在锅里拌均匀 放在锅里拌均匀 你看看 多漂亮 今天的饭就完成了 哇 是不是很简单呢 我呢 就用蓝莓酱做 如果你喜欢士多啤梨 或者是柠檬的 你也可以试一下 做完记得告诉我 看看你成不成功 多谢大家收看 我先吃东西 还有记得留言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拜拜